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山林透視 講一些沒什麼人性的醫護人員 工具性 譬如曾奧輝講的 整個醫療架構 你的感覺是 他講的可能真的對 但很冰冷的對 工具理性 其實他只是用數字去答你 沒有一種有血有肉 面膜是很真確的人 不需要 浪費工廠 但我現在最喜歡講浪費工廠 大家都死了 用什麼醫療 不用醫療 大家都死 無情的整個哲學在裡面 但為何認真一點 豬油感的針 是否對應負有影響 之前他會不會解釋給你 其實那個危險性是多少 或者要簽一些東西 那些 其實過程裡面 很多很扭曲的事發生了 其實當然衛生署政府都會說 其實我們有醫護人員 看清楚 孕婦或小孩 工人一族 身體狀況是否適合的 我又講講我自己的親身經歷 我就是在武營健康院打的 我打的時候 你也知道是要等的 還未等到你 特應醫生 那姑娘就說 不如你先去打吧 去打吧 其實他也解釋給我聽 通常如果打的心目有經歷 會問你會不會對應貌 會不會有長期病患 其實問完就打的了 他那個解釋給你聽 其實你之後可能會很累 甚至乎輕微發燒 但其後我發覺是很有問題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有個醫生幫自己打 朱錦針 然後有急巴士症 又或者其實 不同的醫生都跟我說 其實頭三個月的孕婦 即有一嬰兒的孕婦 其實是很容易流產的 很容易流產 包括季節性的流感針 都是 所以其實政府給醫生 資家和公立的醫生 他都是至三個月之內不適合打的 但是我們都有跟聯合國醫生說 我說 我私家醫生說 三個月之內不適合打的 他說這個指針 只是可以在季節性流感針 可以使用 我們朱錦針是沒有講過 沒有講過這個指針 他是澄清的 趙雞 朱錦針比季節性流感更加 更嚴重 感覺上更加深 更高階一點 或者最少覺得這個 是很不確定性的藥物 為什麼這麼笨 反而那個就有指針 這個這麼突然性又沒有指針 所以其實 在同意書上 我覺得出現了問題 首先 我私家醫生跟我說 其實吉巴士症 其實不是 打完朱錦針 在吉巴士症的情況 其實不是未知的 其實他們所有行內的人都知道 雖然是一個很罕有的病 但是 都不是打完朱錦針 之後有一個反應 是常見的 第一樣 第二樣 就是 其實既然都知道 三個月有一個嬰兒三個月的孕婦 是高危的 高危的意思是 你很容易因為其他大件事而流產的話 他為什麼不在同意書要說清楚呢 兩樣東西都沒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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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間 我自己就會想 究竟是人為的疏忽 還是他根本就是一謀 根本就是不趕 趕了你就不打 不打你針怎麼辦 所以現在他就說 根本沒有直接關係 現在又轉口了 又說 其實我們都沒有證據證實 是沒有直接關係 所以我覺得 程序上出現了問題 為什麼不會通知你 甚至乎 你說醫護人員 是不是都跟你說 其實都是一件大件事 你自己要看實一點 打完針之後 你17天之後 怎樣怎樣 或者3個月之後 怎樣BB 有什麼變動 你真的要留意多些 其實我覺得 醫生是要做這件事 所以 隨後他都說 其實有專業人員去看 我從我這個案子就知道 跟護士去打 沒有見過醫生 打完針才見醫生 就好像真的迷債 是 你給了錢才落訂 簽了一張 其實你投資有風險 自己要承擔 結果出了事 大家就覺得 你投資當然要承擔風險 又要別人保障你 其實是否經營 大家都說經營不良 這些銀行 政府是怎樣 政府是不是都是這樣 那我就覺得 那我就覺得 真的覺得 不是說賴政府之針 但是他要通知我 他要跟我談 可能有這些 是的 沒錯 還有再說 為什麼 貴折性的流感針 是3個月之內 那些孕婦不用合打 有指印 但第一件事沒有呢 大家真的值得去想 為什麼有這樣的指印 有個分別在這裡 我沒有什麼機會懷孕 將來有機會都未來 可能我有機會懷孕 但是先說 其實這是常識 現在3個月裏面 即是西瓜不好吃 是吧 不要吃羊 阿爺 阿姨 阿婆也這樣說 是的 醫生不會承認 但是為什麼這麼常識的東西 你怎麼看 阿千年剛才提出一個很好的點 就是 是不是 我都不想這樣想 政府是有陰謀 即是說 買了很多針回來 不打 其實曾河輝也有少許厚風 他說 我們應該都會剩下相當多數量的針 即是我不想想他的陰謀 就是說 買了這麼多回來不行 應該說被人浪費錢 應該600億高鐵又浪費錢 買樓鎮又浪費錢 不行 喂 有你沒有你 先把所有人去打 就是這樣 那些副局長先打 那些政治座 你收那麼多次都不打針 那就是這樣 曾河輝也第一個打 這樣說 其實都有跟醫護界的朋友談 其實朱錦是不是一個新型的針 其實根本上醫學界對於流感針 根本不是第一步 不是第一天的科技 其實正如剛才所說 原來打朱錦針 真的有機會出現吉巴士症 只知道 是已知的 是已知的 所以其實 這件事就不是真的新得那麼緊要 那到另一方面這樣說 就是說 其實好像盧永樂都說 其實根本 因為這個疫苗是新的 那我們要接受它有一些東西是偏差的 其實如果大家都有研究的話 根本一個疫苗 推出市場那裏 不是說一千 不是一千個人做樣本 大家都知道 現在打的疫苗都不是很多 是說幾十萬的人做的印本 之後才有可能有機會有少少偏差 現在政府是給甚麼的數據 現在政府的數據 只是用現在僅有那麼少的孕婦去做一個人本 其實是大家做的研究都知道 是不可能接受到 是OK 所以大家其實 政府是應該在這個時候 是應該多放少少資源 不要說浪費不浪費多少錢 多少錢 用在針裏沒有人打 那現在反正也沒有人打的了 坦白說 但是為何不用那筆錢去研究一下 現在個別的案件 個別的案件出現問題在哪裏 最好是你透明度高些說 其實我做了研究我這個孕婦A孕婦 是認識討論問題 B孕婦原來是長期病患的 那你有一個透明度在那裏 其實另一方面是鼓勵了其他 是真的想打的人婦 或者甚至其他高額族 真的會對政府是有信任在那裏 現在就是沒有信任 我想我有一個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我想問一下詩 如果你現在沒多久又有嬰兒 那你會不會去打這個流感針呢 其實 其實我講回情況給你聽 其實我平身第一次打流感針 我身體一直都很好 基於我自己做教育界方面 我其實親眼見到自己學校 是有流感和豬感的爆發 所以其實就算我自己身體好 我都其實是保障個BB 所以我第一時間是去打的 但是經過這件事之後 可能我就不會再這樣做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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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簽了我同業你解釋給我聽 是 我是 ň 甚麼 是 是 是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